大家好,我是喜哥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永宁公主历史故事简介 揭秘明木宗女儿永宁公主悲惨婚姻生活 看起来当上了皇子皇孙金枝玉叶 就一定会享受荣华富贵得到美满幸福 事实上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清楚 在看似风光的背后其实也有着异样的苦衷 只不过有些人命好点有些人命苦罢了 不过要算真正苦的大明所有公主都可以入恋 其中永宁公主应该拿第一 永宁公主是明木宗的女 明神宗的妹妹1567年出生1594去世 与皇家结亲一定会有借皇族势力 为非作歹的小人 为防止这一问题出现 明代公主的驸马都必须从平民百姓中选 选中后的驸马近亲都不得在朝廷任职 已经任职的也要退休回家 这也就意味着当驸马就不能当官 当官就不能当驸马总不能两样都战权 于是有理想的人不愿意当驸马 明朝的公主就远不如其他朝代风光 往往很难选到好人家 不好嫁也得嫁女孩子长大了 就得这样 当这样一个难题摆在永宁公主 确切的来讲是皇家时宠幻冯宝出面了 他给皇帝老子供的人选似乎还不错 是一个良性富商 家道好公主嫁过去不用吃糠燕菜 虽然梁瑞帮公子有点体弱 但当了驸马也不会要他去干体力活 长得也不错挺好 婚礼当天梁邦瑞疲劳过度 当场吐血正常的仪式无法完成 而且就吐得那玩意而怎么看也不是好兆头 谁年纪轻轻就这样 但是冯宝有办法 他说这叫挂红式吉兆 明朝公主与驸马结婚一事 在驸马家举行 完事之后公主马上要返回到宫中 那么他们怎么见面 由静视房来安排 静视房是宫廷里设置的 专门 为出嫁后的公主们服务机构 但因为任职的全是太监和老宫女 那些个心理残缺和生理残缺的人 见着某些事情必然不开心 于是刁难勒索很正常 永宁公主婚后 驸马第一次来宫中探望 被索要大量钱财梁邦瑞自以为成了皇亲变 对老宫女的行为表示不满 并且拒绝这下可好 老宫女恼羞成怒叫来太监 对这位驸马也拳打脚踢 最后扔出门外 梁邦瑞当场吐血不止不久死亡 可怜的永宁公主都还没来得及仔细 看看自己丈夫的模样 就变成了一个寡妇 在理学盛行的时代 在下是不可能了 勉强宝的一条命已经很不错了 虽然十多年后 冯宝中阴作恶多端 被神宗发配到南京看守孝林最后自见而终 但却无法挽回公主的人生 公主如花的生命 在风中凋零二十七年很短 但对于她来讲度日如年 早去是个解脱 她去世的时候仍是处女一美 宦官之后女子无权 她的悲剧并非个案 感谢您收看启歌说历史频道 欢迎将您的想法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